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刚开始练除边胶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除胶刀片 除胶温度开到200度 好,我们先找一个电源上面有胶的 然后轻轻地刮一下这个胶,先找一下感觉 这个视频教程是给一些新学员,就是你刚开始 来练怎么样进行除胶这个动作 另外我们拆焊芯片的话,这些基本功能是很重要的 之前因为我们是从四代五代开始练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直接从六代开始练 六代的胶呢相对其他机型的胶呢是比较软,比较好除一些 其实难度呢并不是特别大 除胶这一块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的 但是除胶这一块呢就需要大家还是去练一下 练一下找一下感觉 我们在这里除胶用的这个刀片呢是这种比较尖的这种手术刀片 这个手术刀片在市场上到处都有,特别容易买得到 所以我们除胶用的这个工具呢是非常简单的 随处都可以找得到的这种工具 好,接下来我们试着除一下CPU旁边的这个胶 这个刀片是我们打磨过的啊 所以它比较薄 这个CPU呢离旁边的这些元器件呢比较近的 所以它的间距呢比较小 所以我们用这个刀片除胶的时候 就轻轻的往上面挑 当然市场上还有一些人呢 现在用的那种除胶的勾刀啊 勾刀就是勾这个变胶的 那个也行吧 但是那种的话你要去购买特殊的定制的一个刀片 也就是说你要买特定的刀片 我们这个工具呢就是比较简单的 很容易获得的 不是特制的啊,不是定制的 随处都有,而且很便宜 效果啊,大家看一下效果 效果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我们用的是挑胶啊 也不是割胶啊 我们用的是挑胶 把这个胶呢轻轻的往上面挑 好,我们除完一遍之后呢 我们接着除另外一遍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是给大家演示啊 练习的时候怎么样去练习 练习除边上的这个胶 而且除胶的时候呢要稍微耐心一点 我们这里除胶用的是低温啊 200度 所以这个风胶呢可以一直对着主板吹 不用频繁的拿走啊 拿走这样子 因为高温除胶的时候呢 才需要频繁的这样切换 这种200度的温度 对这个主板呢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是一直对着主板上的芯片吹呢 也是不会吹坏芯片的 200度 你吹一天都没事 因为我们分枪设定的是200度 真正从出风口出来啊 再吹到主板上 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只有100多度 有时候100度可能都没有啊 好我们用这个刀片呢感受一下啊 轻轻的感受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吹到这个主板上面 吹到底 所以说我们这个胶呢 尽可能的要和这个芯片和旁边的这些电感啊 电容啊要给它分离开 所以除编胶这个动作呢 需要大家啊 要去练习一下啊 然后我们轻轻的搁一下 你感受一下 用这个刀片呢感受一下 这个刀片是不是刚好搁在我们主板上了 轻轻的感受一下 我们力度是掌握的好的啊 大家放心 他不会把主板搁坏的 你只是用刀片轻轻的感受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把这个胶呢 出到这个主板主板那个位置啊 没有出到板底 下面有没有胶 下面已经没有胶了 已经很干净了 你看现在这个芯片这个CPU和旁边的这些元器键 已经是完全分离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把CPU除完之后呢 还要接着练啊 因为我们练习除胶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项目 就是说我们作为专项来练习的 不是说指出CPU上面的胶 这个主板上面你能看到的所有的胶呢 都试着把它除干净 我们就像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样啊 或者是在骨头里面找肉是一样的啊 就那种感觉 把这个上面你能看到的所有的胶啊 尽可能的给它清干净 慢慢的去找这种挑胶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这种挑胶的感觉 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蛮爽的啊 蛮舒服的 把旁边的这些小的这些元器键 上面所有的胶全部除干净 在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演示啊 就是剩下的所有的元器键上面 只要你能看到有胶的 全部给它剔的干干净净的 这个当然 这个剔上面元器键上面的胶 当然也是有用的啊 就是我们今后上面有些元器键 可能是测试点啊 你要测试的话 上面的胶也要刮干净 或者哪些元器键虚焊了 损坏了 你要更换上面有胶的 你也要把它剔干净 所以元器键上面的这个胶 我们也是要练习把它剔干净的 对今后的维修也是有帮助的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刀 怎么样去磨啊 前面我们已经演示过怎么样去除胶的 下去之后呢 大家自己去练一下 现在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我们买回来的新的刀片 这一包呢 也就几块钱啊 一包 应该有十几片 然后你拿一片出来之后 因为这个新的刀片呢 它是比较厚的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磨刀石呢 把它磨薄一点 至于磨多薄 看你自己的习惯啊 可以薄一点 也可以磨的稍微厚一点啊 也无所谓啊 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尖呢 稍微磨尖一点 一定磨到你除胶的时候感觉顺手为止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只是做一个演示 大概的磨一下 就是把这个刀呢 轻轻的磨掉一点点 稍微磨平一点啊 磨薄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芯片间距很近 随你怎么磨啊 磨出来一把衬手的工具 适合你自己用的这种工具 那么磨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分箱的温度呢 开到500度 为什么要开到500度呢 我们接着往后面来看啊 你就知道了 OK 分箱的温度开到500度 等分箱温度加热到500度之后 好 我们用这个500度的分箱呢 去吹一下这个刀片 为什么要去吹这个刀片啊 因为这个刀片被磨过之后呢 上面有毛刺 这个毛刺呢 我们今后有碰到这种锡的话呢 它容易粘锡 所以我们要用500度的这个高温呢 把这个刀片 让它加热氧化啊 氧化之后呢 上面就不容易粘锡了 知道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磨过的刀片 除胶的也好 除胶的时候也好 还是干什么的时候也好 它特别容易上上锡 上上锡 这个刀片就用不了 所以我们要高温提前把它氧化啊 特别是你磨过的这个刀片 高温氧化 氧化完之后呢 它就不容易上锡了 好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说了一下 怎么样去练习除边胶啊 怎么样练习除胶 怎么样去打造一把 自己的出边胶的这个工具啊 或者这个刀片 好 我们已经 洋化好了 好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呢 再见